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利好现象 这股份出现不太舒适 但也算是头肩底的走势 左肩 右肩 穿过颈线 只不过穿过颈线 当是宅住也行 所以走势无论如何 宅住也好 穿了一点也好 都是一个转强的迹象 所以不妨可以留意股份 如果股份回来回忆去到重要的支持位置 包括20天线 不妨可以想想是否短线的操作 博去守住20天线 然后再向上冲 调整更高的阻力 那更好阻力在哪里呢 这个楼很明显 大线12元左右 所以可以留意股份 如果整个头肩底的量度升幅 更加不得了 更加多了 但是初步阻力都是11.9元左右 好 我们留意股份回软 轻轻地继续 低位找到支持之后再次向上冲 挑战这些重要的阻力